接著是公民黨執委,譚文豪先生,麻煩您。 各位主席,香港的勞工法例一直被許多國家落後, 這不僅是各大小工會的看法,就連我們的法庭在審理勞資案件時也持相同的觀點。 香港身為國際都會,但仍然還在用這種山寨廠式的勞工法例,嚇到人了。 不知是香港的外國專才也驚訝,為何香港的勞工法例竟然比一些發展中的國家還要這麼落後, 香港政府應該要盡快正視問題和各出改善。 勞資的糾紛從來都是資方漸盡上風,大企業千方百計打壓員工參與工會,甚至秋後算帳,炒了去。 以最近的例子,香港駕駛學院事件,資方為了引入低薪的員工,竟然將他的活躍於工會活動的高年資教車師傅解僱, 完全漠視了員工多年來的忠誠貢獻。不合情也不合理。 加上普遍的打工仔的財政能力根本上有限,受到這些不公平的對待的時候,根本上沒有辦法負擔得起高昂的訴訟費。 所以工會就剩下他們最後一度的救命繩。 但是政府應該立法保障員工參與工會的權利, 讓資方、勞資雙方都得到較公平的軍勢。 回歸之前,有關的集體談判權的法案本來已經被通過了, 但可惜在其後的臨時立法會被廢除。實在是勞工權益的一大倒退。 可憐的是,十多年來,政府以諮詢為名,一直都是拖自決。 至今仍未積極考慮這個集體談判權重新立法, 實在令全港很多的打工仔極之失望。 回歸後,僱用條例的確作出過一些修補, 例如提高欠薪實質和訂立最低工資等等。 但是有關這一類的職工會的條例,總是碰不得。 其實只要翻查一下政府的發言, 其實也不難理解為何政府會卻步軟資。 在2009年5月20日的立法會會議中,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有這樣的言論。 立法實施集體談判可能會削弱市場力量, 在勞資雙方訂立僱用條款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。 這樣便會令勞工市場缺乏誕性, 多加製爪,結果可能會適得其反, 這值得按門三思。 但事實上,政府不應該只是偏重市場的利益, 更是有責任去保障社會上的弱勢社群, 不應該與這些商家同一口徑, 以金錢掛稅,助長削弱員工的風氣。 公民黨現在祝請政府盡快為集體談判權立法, 以及修改職工會的條例, 保障員工參與職工會的權利。 多謝轉席。 多謝轉席。